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形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中國駐巴西大使李洋 昨天忽然間戰狼上身 竟然跨境地向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叫陣 甚至出了一條貼文 就是咒罵杜魯多說他是敗家仔和美國的走狗 第二宗消息 中國在上星期有220艘漁船 去到中非有爭議的海域的樹聚集了 這個舉動當然引來了菲律賓方面的嚴重不滿 去到近日 菲律賓終於忍無可忍 決定要派遣戰機 去到這些中國的漁船上盤船 希望可以促使到這些漁船的撤離 好了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中國駐巴西大使李洋 怎樣戰狼上身法 去咒罵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他的貼文是這麼寫的 boy your greatest achievement is to have ruined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anada 小朋友或者年輕人 你最大的成就 就是摧毀了 中國和加拿大之間的友好關係 and have turned Canada into a running dog of the US 以及將加拿大變成了美國的一條走狗 Spanthrift 這句其實叫做敗家仔 這句說話其實是很能感到杜魯多 我懷疑這一下忽然間的戰狼上身 未必是偶爾的行為 而是可能經過了精密計算都不定 杜魯多的老爸 叫做皮埃爾杜魯多 也就是這個老杜魯多 這個皮埃爾杜魯多 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就長時間擔任加拿大總理 當時他致力於來改善中國和加拿大的關係 在1970年的時候 加拿大已經搶雜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時間早過中美建交很多 去到1973年 他成為了第一位訪問大陸的加拿大總理 當時曾經同過毛主席會面 1976年所舉行的蒙特留下季運動會 杜魯多 禁止了台灣以中華民國的名義 代表中國隊來參加奧運會 當時受到了西方社會的譴責 所以大家就看到 這一位老杜魯多 或者叫做皮埃爾杜魯多 對於中國的態度 是相當友善的 其實就算是去到小杜魯多 在過去幾年間 其實他對於中國的態度 都是相當曖昧的 他不是主力 要帶頭去 跟中國對抗的人物 是來的 只不過 到了近期 加拿大最終歸隊 跟英國 美國 歐盟 就著新疆的議題 對大陸的官員實施了制裁 當然就是觸動大陸的神經 現在這個中國駐巴西大使 竟然可以跨境地 咒罵他 踩低他 其實 李洋也是奇怪的 為什麼會由他來發難呢 就算要戰狼上身 應該是上了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的身 上錯身 跨境 是不是 關他什麼事呢 他又不是處理中加關係的 雖然他身為中國駐巴西利若內勞的總領事 他都是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中國 但是他是在巴西代表中國 他為什麼可以這樣跨境 去咒罵這個杜魯多 即使來講 就算杜魯多有萬般的不是也好 始終他都是由民選產生的 他是代表著一定的民意的 為什麼作為一個國家的駐外代表 是可以這樣來講出一些言辭 又叫人小子 又叫人敗家 又叫人走狗 這位李洋總領事 比起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爺 更加厲害 盧沙爺也是找法國學者出來批評一番 就說他是小流民 你直接找人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出來 說人家是走狗 說人家是敗家 我真的沒見過 中國經常強調自己是禮儀之邦 為什麼會說出這麼沒禮貌的話 而且這個是官方的代表 他不是一般的維園 阿伯 或者微博上的小粉紅 那些人走去亂說 當然是無所謂 因為他不是代表著一個官方的身份 李洋就不同 所以簡直就令人大開眼界 而且這位李洋總領事 似乎都相當得閒 他講出這番話 難免會惹起一些人的反感 有人就走上他的Twitter留言 就說 想像一下中國的外交幹部 是怎麼從龍永圖跌到這一種水平的 李洋就不輸蝕 又罵他回頭 罵那個是網民而已 不是什麼大人物 他照罵的 你堂堂總領事都很兇限 他怎麼罵人呢 他說 想像一下你這條慕羊狗 也就是養慕羊人的走狗 左右的意思 他說就連LOL的水平都達不到 白活一輩子 你真可憐 其實就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反正他就是罵人回頭 其實他作為一個官方的代表 為什麼會做出這麼無稽的事 先去罵加拿大總理 然後就跟網民展開馬戰 未免是降低了自己的格調 當然這種戰狼外交越戰越勇的時候 某程度上 也使得中國 和被他罵的國家 之間的關係越走越遠 現在你這樣去罵加拿大總理 其實就變相是迫使他繼續強硬 軟不回來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在現在這個時刻他無厘頭軟回來的時候 不僅是民眾會質疑他 甚至連他的黨友都會質疑他 因為他一軟的時候 那些民眾就會詫異 你被人罵走狗、年輕人、敗家 你也繼續軟弱嗎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流失支持 你流失支持就算了 你那些黨友不想流失支持 所以他是不能軟回來的 他是局硬 我又不理解 究竟這個戰狼外交官 他是想達到一個什麼的效果 當然如果他純粹是想發洩的情緒 他是成功了 是不是 他罵到人家七個一皮 國內的小粉紅聽到當然是興高采烈 你夠膽去罵一個外國的領導人 說他是美國的走狗 但是實際上來說 對於中加關係 有什麼正面影響呢 還是其實這名外交官根本上都不看這些東西 因為可能就會覺得過去幾年 拉攏了杜魯多這麼長的時間 他竟然可以跟歐盟、美國 搞聯合行動的 所以就索性罵他一窩了 但是其實你罵他一窩也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你又不是諸葛亮 杜魯多又不是黃朗 他不會被你罵兩句就拉柴的 而且 你這樣罵他的時候 你是罵不到他下台的 分分鐘還幫他來變相拉票 也不是說沒有例子的 大陸對哪一個地方強硬 那個地方的執政黨就撿斗地撿的了 所以真的不理解 為什麼這些戰狼外交官會有這樣的行為 接著我們就看看 菲律賓方面的情形 在上星期 中國就在南沙群島的九張群礁附近海域 集見了大約220艘的大型漁船 據報道船上還載中國的海上民兵 於是就引來了菲律賓方面的相當不滿 菲律賓的國防部長羅倫沙納 批評 大陸這個行為是挑釁的行動 他就要求中國撤回這大約220艘大型漁船 但是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就有這樣的回應 他們就說 注意到日前非方 所謂中國海上民兵船隻 在牛額礁附近聚集發表的聲明以及有關言論 牛額礁就是中國南沙群島的一部分 長期以來 中方漁船一直都在該礁附近的海域捕魚 近期由於海放的原因 中方一些漁船在牛額礁附近避風 這個是很正常的 沒有所謂的中國海上民兵船 任何無端揣測都是無益 希望有關方面理性看待 大陸就以避風作為一個借口 大陸就有這樣的解釋 菲律賓信不信就另一回事 似乎菲律賓就擺明不信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們認為 這220艘漁船 已經入到位處於 菲律賓的馬尼拉專屬經濟區裏面 國防部長羅倫山納就決定了 每天都會派出戰機 去監視這些中國船隻 同時 菲律賓的軍方也會強化南海的海軍部署 和巡邏 達成捍衛主權和保護漁民的目標 其實大陸這220艘漁船 都頗具有所謂灰色衝突的意味 灰色衝突就不是戰爭 就是採取所有戰爭以外的可動用手段 現在這220艘漁船 大陸就是避風 但菲律賓方面 一定已經覺得 你這220艘船就是去曬馬的 因為一來他就不相信你是避風 二來他們就認定了 在這220艘漁船當中 就是載著大陸的民兵 所以根本上在他們的眼中 這220艘就不是漁船來的 而是變相的另類 海軍 所以 他們就有這麼強烈的反彈 但是其實這220艘船 去到這個海域那裡又沒有東西做的 他純粹就是放在這裏 都眼睹鼻 那這種所謂的灰色衝突 不是說沒有效果 對內就能夠做到大內宣的效果 對外也能夠展示到中國的硬實力 同時又可以測試一下 菲律賓的反應和底線是怎樣 所以 它是有一定的功效的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